高雄左營和來海港鋸彈店已有食安疑慮 因證就醫通報人數截至今29日90累計52人 均以腹痛腹瀉為主 少數伴隨噁心嘔吐 已有風險用餐時段 包含4月26日下午茶晚餐及擴肌 4月27日中餐 相關疫調及採檢檢體樣本 課證進行為生物培養檢驗中 本身舉強調業者應依據稽查結果落實執行 缺失事項改善計畫 加強內部管理及完成員工在教育訓練 於4月30日停業日結束前 全力排除風險以確保民眾食安